它代表根本 地也代表大地 它造成宝藏 大地不但是有无数的宝藏 大地还能够生长 无骨杂粮养活我们 我们不能离开大地生存 所以地藏还在第一位 还在第一 应该从这个地方做起 这些年代 我们提唱地质规 感应篇 十善夜点修学 也就是本着地藏菩萨点 教诲 把儒师道三个根造出来 只有从根炸起 传统文化跟大乘佛华 才有生机 才不会 与众人的质源 与众人的质源 那么第二位呢 这是从孝秦孙思提升 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代表 吴远大慈 吴远大慈 同其大悲 也是佛家常讲的 星高待虚 量重煞接 我们 见到地藏菩萨 叫观音菩萨像 听到观音菩萨明 我们的心量就脱开了 像我这次到 这个园区来 昨天晚上呢 跟很多朋友们见面 知道园区的发展 非常殊胜 大家都有这个心量 把整个园区团结成一家人 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那么我们更希望呢 南和这些朋友们 不但是我们南和要团结 我们全台湾要团结 全台湾团结成一家人 再扩展呢 我们要团结全世界 律师贵里面说 凡是人皆是爱 佛教导我们 第一句话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变华界徐空境 一切众生跟我们自己的关系 是一体 所以说到究竟圆满 都在大成经典里面 我们要向这个目标去发展 那就是真正的学佛了 学佛不是故自身 不是故我一家 要固集到变华界徐空界 至少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希望地球的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一切灾难都不止于发生 这个我们用祈祷的方式 是有效果的 但是一定要能够它的意义 第一章用什么祈祷呢 有效情尊丝 观世音用什么祈祷呢 用霸慈大悲 就是用国爱 真诚国爱 爱一切众生 全行全地 为一切众生 福 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 对我们的加持 对我们的保佑 文殊菩萨代表智慧 我们除世带人解雾 最怕的是感情用事 感情用事